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的回到神的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 每一周能够学习神的话语是神赐给我们的特权,是我们的福分。 有着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这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每个组织好好的来预备,好好的来学习。 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招救,在生命当中坚强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看到的一切,不为看到的一切而惊慌,因为我们把盼望放在永恒的天家。 我们也能够认识如何的更加爱神,也彼此的相爱。 真神的话语主要教导我们的,让我们认识神的旨意,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 我如何能够到天家,如何能够恢复与神和好? 是的,这一切都不是在人的思维当中想得出的,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所以弟兄姐妹们,感谢主大家能够未来学习神的话语。 也感谢神赐给了我们诗篇。 诗篇当中教导着我们,生命当中,不管遭遇任何事情, 神您的话语能够带给我们激励和安慰。 失忆的时候安慰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坚强我们, 在我们悲伤的时候来扶持我们。 在我们喜乐的时候,让我们认识如何的感谢称谢主。 在每次与主相遇的时候,认识如何的赞美送赞主。 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靠的是那天上、地上独一的君王。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些都是神的话语要教导我们的。 所以神啊,我们求神能够通过这些学习来继续地带领着我们。 好,我们今天来学习的是诗篇的第十二篇。 诗篇第十二篇。 诗篇第十二篇这里说到, 耶和华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 世人中间有忠信人,忠信人没有了。 人人向灵舍说谎, 他们说谎是嘴唇油滑,心口不易。 凡油腔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 耶和华必要解除。 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上, 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 谁能做我们的主呢? 耶和华说,因为困苦的人, 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 我现在要起来, 把他们安置在他所切勿的稳妥之地。 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 如同银子在尼鲁中练过七次。 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 你必保佑他们, 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 下流人在世中升高, 就有恶人到处游行。 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慈悲怜悯的天赋, 每个主日都是您恩典的记号, 告诉我们您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 也是创造我们的主。 我们和您所创造的花草树木动物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依据神您的形象所造。 您给了亚当闭孔里的那个呼吸, 那个灵气, 然不只有身体, 也有灵魂。 有一天, 身体灵魂都必归回到主因那里。 您也给了我们工作, 在世上让我们能够管辖这个世界, 海里的鱼, 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走兽。 神啊, 您给了我们工作, 好让我们能够信实地来跟随着您。 在伊甸业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您是多么的盼望, 与您所创造的人一同的团契, 一同的沟通。 但这一切被破坏了, 不是因着什么, 乃是因着人。 我们先祖亚当夏娃, 也是我们的罪行。 我们犯了罪, 神啊, 亏缺了您的荣耀。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家豪, 我们都犯了。 故此, 我们跌倒。 故此, 我们需要拯救。 故此, 我们不能回到天家, 我们面临的就是永远的地狱, 永远的火乎。 我们因着我们的罪, 必须受到应当得到的惩罚, 就是罪的公价, 就是死。 而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那感谢神, 您拆取了您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在这今年的末端, 当我们开始纪念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也要回想耶稣基督, 他降世为人, 他神子成为人子, 而让我们人子也能够成为神子。 这是您赐给我们的奔点, 这是您赐给的救赎。 神人之间唯一的忠报, 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谦卑顺服地来到世上, 为的是拯救我们, 流出了怕的保血,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为我们死, 承担罪的公价, 为我们复活, 战胜了死亡。 升天了, 有一天也会再来。 我们等待着主您的归来, 我们等待着那蒙福的日子, 我们将会被提到天上与主相遇。 但在地上的时候, 您也不是让我们成为孤儿, 因为您也赐给了我们您的话语, 脚圈的灯, 路上的光。 您也赐给了我们圣灵宝会师, 让祂来指引着我们, 有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 神的话语照亮着我们的虔诚, 好让我们不犯罪, 得罪你。 神啊, 我们感谢您, 这一切再次的证明着您是充满着恩典的那一位神, 良善, 爱心。 神啊, 我们要来献上我们的感谢。 现在我们要来学习您的话语, 哦, 圣灵求您来充满, 求您来带领, 求您来教导, 好让我们认识您的我们学习的树林。 也实践在这样子学习的功课, 实践在我们生命当中, 让我们活出神的道, 荣耀主的生命。 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为主做光, 做眼, 做一个美丽的见证。 所以我们将接下来学习的时间, 教导在主您的圣灵当中, 这一切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求。 Amen。 十篇十二篇, 我语为人的口舌, 神的话语。 这个是一个对照, 让我们认识到人的口舌是多么的毒恶, 神的话语是多么的信实, 多么的存全。 我们今天也会来学习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六节, 主要是让我们认识到, 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口舌, 我们更要学习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神的口舌, 神所口里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蒙福的话语, 都是全传, 完全存全的话语, 都是祝福的话语, 都是让我们能够得到处灵为养的话语。 我们来先看第一第二节, 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 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嘴巴, 在这里说到耶和华求你帮助, 因虔诚人断绝了, 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 人人向你临时说话, 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 心口不易。 我们一天大概会说多少话, 你有算过吗? 你有想过吗? 我在网上考察了, 一天我们大概会说几个字呢? 大家猜想一下, 心里想就好。 他们说少的呢, 一天一万五千个字, 一万五千个字, 高的呢, 甚至达到四万七千个字, 四万七千个字, 和一万五千个字, 比起来当然是三倍。 是的, 有些人真的是很会说话, 不是吗? 坐下来滔滔不绝, 一直不停地说, 天地南北, 什么话题, 他都有办法跟你分解, 他都有他的主见, 他都有话说, 但话语呢, 人的话语不再亮, 应该再自, 我们该说的话是什么呢? 在我们回想, 我们一天所说的话, 我们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我们说话要小心, 因为我们说话, 我们的话有着威力, 我们的话有着威力, 我为大家来练, 一节经文, 第一, 在真言书, 真言书的第十五章, 真言书的第十五章, 真言书第十五章第四节, 温良的蛇是生命树, 拐谬的嘴使人心碎, 是生命树, 也使人心碎, 心碎了就死了, 对吗? 心碎了, 心碎而死了, 但是是生命的话, 是温良的神, 所以我们告诉我们的口舌, 有给这个生命, 就如同生命树, 温良的生命树, 温良的话语, 照旧人的话语, 那些呢, 关于妞的嘴使人心碎, 有事吗? 有事吗? 有人说话, 说起来, 哎呀, 心寒, 心寒, 不只是心寒, 是心碎, 都不想听了, 都不想听了, 所以话语的能力, 口舌的能力, 非常的大, 除此以外呢, 我们要来看另一节经文, 真言书第十八章, 十二十一节, 生死在舌头前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生死在舌头之下, 神头的前下, 爱吃他,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所以吃的是什么果子呢? 生命的果子, 还是死亡的果子呢? 就好像刚才所说的那一节经文, 真言书十五章第四节, 使人心碎, 还是给人生命? 在另外一节, 十二章, 也是在真言书的第十二章,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针, 智慧人的舌头, 却为医人的良药, 能够伤也能够医治, 不是吗? 你有被人的话语伤过吗? 当然我们有, 我肯定弟兄姐妹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被人的话语刺伤了, 哇, 那个伤口, 要痊愈, 要需要一段时间, 也不怎么相信这个人说的话, 也不怎么想听这个人说的话, 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说话浮躁的, 如刀刺针, 他浮躁说出了难听的话, 说出了伤人的话, 但这个伤在我们心里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方法, 所以让我们什么? 让我们觉得有点不想听, 有点不想听, 也有点记着, 有时候还会记着, 但这是智慧人的舌头, 却也是唯一人的一样药, 能够帮助, 能够医治, 能够帮助, 能够扶持, 能够让你感觉到, 是的, 要是一个人能够通过神的话语, 来造就你, 来医治你, 你属灵的病, 身体的病, 让你得到安慰, 这是神的祝福, 所以在箴言书, 箴言书是智慧人所写的, 所罗门智慧人所写的, 他也认识到口舌的能力, 口舌的威力是何等的强大, 能够伤也能够吃, 能够致死也能够让得生命, 也能够让得生命, 所以我们也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口舌, 耶稣基督也同样, 在他降世的时候, 在他公开教导的时候, 也告诉我们, 也告诉我们,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对不起, 是十五章, 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 耶稣就叫了众人来, 对他们说, 你们要听也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出口的哪能污秽人, 那是出口的能够污秽人, 出口的是什么呢? 说的话语, 我们说的话语能够污秽人, 吃的东西不能够污秽人, 但说出来的东西能够污秽, 所以我们要记得, 我们在懂得吃饭的时候, 要把嘴巴擦得干净, 但我们更要谨慎地对待, 我们口里说的每一句话, 口里说的每一句话, 在这里大卫的诗篇告诉我, 虔诚的断绝了, 世间中间的中性人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中性呢? 因为这些都不是诚实的人, 人人都像灵舍说话, 说话, 人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 心口不一, 他们不忠信, 他们不诚实地说话, 他们心口不一, 他们夸大, 这是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的写照吗? 弟兄姐妹们, 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看的是, 我们自己嘴唇是否干净, 我们自己的嘴唇是否干净, 也许大家可以回去, 做一个小实验, 要是你能够一天把你说的话录下来, 回拨起来, 你会觉得怎么样呢? 你会觉得羞愧吗? 还是你觉得我说的话, 不说百分之百吧, 百分之六十七十, 都是造就人的话, 我也懂得在不该说话的时候不说,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吗? 我们的嘴唇干净吗? 第一第二节, 诗篇第十二篇, 先要让我们回想的, 要我们反省的, 要我们回应的, 我们接下来看人的舌头, 人的口舌, 人的口舌, 第二节开始, 这里说到, 人人在临时说话, 他们的说话是嘴唇有滑, 心口无一, 反嘴唇有滑的嘴唇, 夸大的舌头, 耶和华必要减出, 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 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 谁能做我们的主呢? 耶和华说, 因为困苦人的冤屈, 和贫穷人的叹息, 我现在要起来, 把他安置在他所切勿的稳妥之地, 我们也来看另一节经文, 我们更加的认识人的口舌, 人的口舌, 我们来看雅各书, 雅各书的第三章, 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六节, 这里说到, 我的弟兄们, 不要做多人师父, 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麻醉里, 叫他顺服, 就能吊动他的全身, 看啊, 船只虽然顺大, 又被大风吹逼, 只用小小的舵, 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 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啊, 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各类的走兽, 飞骑, 昆虫, 水族, 本来都可以制服, 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 使不止息的恶物, 满了杀死人的毒气, 我们用舌头送赞纳为主, 为父的, 一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像被造出来的人, 送赞和咒诅从一个人, 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全年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 无花果树能生甘蓝吗?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你们中间谁有智慧, 有见识的呢? 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和忌妒和纷争, 这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狂, 也不可说谎, 抵挡真道,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 乃是属地的, 属情欲的, 属魔鬼的, 鬼魔的,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 就在何处有脚乱, 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这里神的话也告诉我们, 人的口舌, 无法克制的, 无法控制人的口舌, 就是不能控制着我们的全身, 坐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就是完全能能累住自己的身体,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口舌, 控制口舌的重要性, 控制我们自己的口舌, 就是能控制住我们自己的全身, 控制住我们自己的全身, 而这里也告诉我们什么呢? 从十二篇第三节, 由华的嘴唇夸大口舌, 舌头耶和华必要减粗, 这个是小舌头说着淡化, 就好像雅各书第三章第五节, 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淡化, 看来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顶, 把小石夸大, 把无中生有, 嘴巴里面说出来的, 这就是小舌头的一个威力, 小舌头的一个威力, 而这些夸大的舌头, 耶和华都要解除, 夸大的舌头, 所以我们要注意, 我们不要夸大, 不要想把无中生有, 不要把小石夸大, 这些都是假仙师, 假预言师, 被盗的人, 敌人他们所说的话, 小事情他说得很大, 没有事情他故意去扰乱, 这个是他们所说的, 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 而且这里告诉我们, 耶和华必要解除, 神必要审判他们, 必要审判, 他们必要受神的惩罚, 就好像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迹, 生命迹的体移证, 生命迹的体移证, 26节, 他们要到应许之底, 应许之底, 要去看那应许之底, 所以我们来看, 第20节, 我对你们说, 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 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 亚摩利人之主上帝, 看了耶和华, 神已将那帝摆在你面前, 你要照耶和华, 以列祖的神所说的, 上去得那为业, 你不要惧胖, 也不要惊慌, 你们就进来, 进我来说, 我们要先打发人去, 为我们归探那帝, 那归探那帝, 将我们上去, 该走河道, 去进河城, 都回报我们, 这话我以为美, 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人, 每支派人, 于是他们起身上去, 到了以失割谷, 挥探那地, 他们手里拿下那地的果子下来, 到我们这里回报, 说耶和华, 神赐给我们的是美地, 你们却不肯上去, 上去, 竟违背了耶和华, 你们神的命令, 在帐篷内发愿年说, 耶和华因为恨我们, 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要交给亚莫里人所从, 除灭我们, 我们上哪里去呢, 我们弟兄使我们的心小话, 说那地, 比我们又高又大, 成义又广, 又广大, 又兼顾高的顶天, 并且我们在那里看到了, 看见了亚纳族的真, 小事化大, 耶和华已经硬使了这块地给他们, 当然那里有敌人, 但神也告诉他们, 他已经给了他们, 他们必然得胜, 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一些人他就说, 哇好大好大, 这个人, 这个强人多么高, 多么强, 他们就不肯进去, 没有信心, 不仅没有信心, 害了自己, 也害了全体的人, 全体的人, 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口诗, 说的话必要正确, 不要夸大, 不要夸大, 夸大的舌头, 叶和华必要见出, 不仅如此, 不仅如此, 小的舌头, 也不该说无非的话, 第三章第六节, 舌头就是火, 在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事件, 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口说不该说的话, 有些人说口说不该说的话, 说得脏话, 这个我们特别也要注意, 我们特别也要注意, 我们的口舌必须干净, 我们的口舌必须干净, 依口舌得, 我们要有几点口的, 不要说污秽的脏话, 这是尤其是年轻人, 尤其是男生在一起的时候, 要注意的, 要注意的, 在广义服务的时候, 我们也时常听到, 我们自己也经历过, 一身满口的脏话, 有些为了符合文化, 就也加入, 也缠在一起, 加入一份, 最后我们要记得, 不可以, 不可以, 舌头就是火, 舌头是个罪恶的事件, 污秽全身, 所以门口说脏话, 其实心里, 头里想的也是脏的事情, 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 不仅如此, 我们也要注意, 不要说大话, 不要说大话, 这里告诉人说, 我们能够以舌头得胜, 说大话, 这里的人说大话, 说大话呢, 能够造成内部的纷争, 说大话就能造成各样的纷争, 说的没有的, 反而说成有的, 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这个就是反映出一个人心的一个骄傲, 说大话不过是人心的一个骄傲, 说大话不是要让别人佩服你自己, 其实是自己心里的一个毛, 毛病, 就是什么呢, 就是骄傲的心, 骄傲的心, 所以这也是我们都要注意的, 不要说脏话, 不要说大话, 脏话, 也不要乱说话, 也不要乱说话, 不仅如此, 我们在这里也看到, 他们的说话第二节, 诗篇第二节, 十二篇第二节, 他们心口不一, 在雅各书里告诉人, 我们用舌头第九节, 第三章第九节, 我们用舌头送赞那为主为父的, 用舌头咒诅呢, 造成神形象被造出来的, 咒诅, 送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们弟兄们, 这是我应当的, 全员能从一个盐里发出, 填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 无花果树能生甘了吗? 葡萄树能接无花果吗? 鲜水里也不能发出, 填水来, 这个也是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 心口的不易, 心口的不易, 尤唇, 罪唇, 优化, 心口不易, 嘴巴讲的和心里说的, 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嘴巴里说的是赞美主, 赞美主, 心里完全没有赞美主的一颗心, 嘴巴里说的是, 等待主, 信靠主, 心里呢, 就想, 哎呀, 我来是我自己, 我行, 不用等神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问题, 就好像在教会, 之前我们尸体崇拜, 每个主日, 四五百人都在区域员中心, 四五百人有时候, 七八十辆车子, 这个停车场塞的满满的, 散会之后呢, 有阻塞, 有些人当然来迟了一点, 其他人就受到了, 被挡着了, 就开始不喜悦, 看到了是校友在, 是校友呢, 在挡着自己的车子, 你就哈哈哈哈的挥一个手, 笑笑的挥一个手, 但是妻子, 孩子, 他们在车上去听到什么呢, 听到你咒诅的骂声, 哎呀, 这个人怎么样这样临车, 没有教养, 这个人怎么这样, 这个那个人怎么那样的, 刚从教会出来, 学习神的话语, 刚从教会出来, 崇拜神, 踏上车子, 车门一关上, 说的, 说的话就是那些, 不该说的话, 心里就是充满着愤怒, 充满着不悦, 但看到教友, 就不好意思, 对吗? 不好意思, 有些人就打一个招呼, 笑一下, 不要紧, 不要紧, 慢慢来, 不用担心, 说不要紧, 心里却不满, 说难听的话, 谁听到呢? 神听到, 耶和华听到, 这些家人听到, 心口不易, 心口不易, 孩子们怎么能服你吗? 孩子们怎么能服你呢? 我们的话语, 我们的言语, 必须反映着我们的内心, 必须是真实的情况, 所以我们全员是怎么样的一个全员呢? 我们全员是一个怎么样的全员呢? 这里告诉我们, 甜的还是苦的? 我们讲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树呢? 是葡萄树, 无花果树, 还是甘辣树? 有这个因, 就有这个果, 种这个我们说的话, 就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不要心口不易, 不要心口不易, 不说诚实话, 其实就是抵押真道, 不说诚实话, 其实就是抵押真道, 现在亚哥书第三章第十四节, 你们心里如果怀着苦毒和嫉妒的分尘, 就不可自快, 如果说话, 抵押真道, 抵押真道, 这些都是说法, 心口不易, 夸当的人说的话, 出自于内心自己的苦毒, 自己内心的苦毒, 所以我们要来审查我们自己, 弟兄姐妹们, 从第四篇的头三节当中, 我们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说话的口声, 从我们说的话, 反映出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情况, 我们记得不要说大话, 我们记得不要说脏话, 我们记得不要夸大, 也不要无中生有, 我们记得不要心口不易, 我们记得我们应该说实话, 而且尽量少说话, 可以的话尽量少说话, 那比起来呢, 我们的言语是多么的转弱, 多么的容易犯罪, 但神的话语呢, 神的话语呢, 从第五节开始, 我们来看从第五节开始, 一何话说, 因为困苦人的冤屈, 贫穷的叹息, 我先看起来, 把他安置在他所切勿的稳妥, 或是地, 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 如同你影子在尼路中练过七次, 第二话, 你必保护他们, 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真, 耶和华的言语, 神的言语完全的相反, 完全的相反, 因为他反映出神的圣洁, 神的信实, 神的全能, 人的大话不可信, 主的话我们可以信, 脏话我们不可听, 也不可说, 主的话呢, 却是纯全的, 纯净的言语, 能够喜悦我们的心, 我们的话也许心口不易, 如同假先知, 如假冒为善的那些人, 主的话也反映出他的内心, 他的真实, 他是毫无谎言的, 不诚实的话不可信从, 但主的话种族从不撒谎, 因为他是圣洁无罪的, 是的, 人的话真的是不可靠, 但神的话也完全的可靠, 基督书, 基督书第一章第二节, 从第一节, 神的仆人, 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 凭着神选明的信心, 进行了真理的知识, 盼望无谎言的神, 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有神, 无谎言的神, 从之前所应许的, 要是神的话也和人的话也一样, 我们遭殃了, 我们肯定遭殃了,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救呢, 我们怎么知道主会再来呢,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实呢, 耶稣华的言语, 真实, 存钱, 能够保佑我们, 能够帮助我们, 回到诗篇的第十二篇, 神的话也能够做什么呢, 困苦人的冤屈, 贫穷人叹息, 我们要起来把它安置来说, 切勿的稳托, 主的信实, 主是信实的, 话的话也是信实的, 他的应许也必得到承诺, 他听到困苦人的呼求, 他听到贫穷人的冤屈的叹息, 他必要行动来帮助他们,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3章, 出埃及记的第3章, 第7节, 说到耶和我说,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因受都公的挟制所发的哀声, 我也听见了, 果然知道他们痛苦,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领他们出了那地, 到美好宽阔流奶云里之地, 就是那奖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西人, 西魏人, 耶不思人之地, 他听到耶和华听到他们的哀声, 知道他们的痛苦, 他要下来拯救他们, 从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得到保障, 我们得到应许, 我们得到这个应许, 神是信实的, 困苦人的冤屈, 贫穷人的叹息, 他不只是听到他要把他行动, 把他们安置在什么地方呢? 所切勿的稳妥之地, 切勿的稳妥之地, 所以耶和华听到, 也马上行动, 这也告诉我们, 他是一个信实的神, 他也是全能的一个神, 不是吗? 人有时候, 有些好人, 你在烦恼的时候, 喝他喝一杯咖啡, 喝他诉苦, 他能够听, 有些人真的很有能力能够听, 能够听, 一句不说, 也没有什么, 那些说出来, 自己说了之后呢? 也许心里过得觉得比较舒服一点, 你一个人就坐在那里听, 他什么都没有办法当你, 但耶和华完全不一样, 他听到了, 他听到了, 他会行动, 他会行动, 他把以色列人救出埃及之地, 他是万全能神, 不仅如此, 在第六节, 在第六节, 叶尔华的言语, 是纯净的言语, 如从银子在尼路中练过其词, 他是纯净的言语, 因为纯净的言语, 能够保全, 能够保护, 真言书第三十章, 真言书的第三十章, 第五节, 这里说到, 神的言语继续是练静的, 凡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神的话有一个保护性, 他的话也是通过的纯净在于, 尼路中练过其词, 完全的捷径, 没有半点无会, 经得其考验, 是完全圣洁的, 也是我们能够信的, 也是对我们有益的, 所以他能够保护我们, 纯净的话语, 能够有一个保护性, 实际的话语保护性, 因为他教导我们, 不该走的路就不该走, 不该行的事就不该行, 往地狱的路不应该这么走, 我们应该往天家的路, 要如何的走, 纯净的言语, 保护着我们身体保护, 保护着我们属灵生命, 保护着我们永远, 是到永远的火火, 还是到永远天家, 带领着我们到永远的天家, 他保护着我们, 神的话语春节也保护, 所以也是我们可信的, 提摩太后书, 我们时常念的这段经文, 大家也非常熟悉,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十七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 督则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教书, 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上事, 是的, 圣洁的神, 接着我们干净, 纯净的话语, 那这话语能够教训我们, 能够督则使用归正, 教导我们学义, 是吗? 不是吗? 有些人说, 哎呀, 老师说的一套, 做的又是另一套, 家长也是, 老师也是, 上师也是, 他们说的话不用信了, 听一半就好, 神的话语呢, 完全纯净, 神是完全圣洁的, 我们不是听一半, 我们是听百分之百, 一百分之百, 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我们都要听, 我们都要听, 听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话语, 在教训督则使用归正, 都是有益的, 而这能够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善事来祝福我们, 借我们也能够祝福其他的人, 纯净的缘语, 有保护性, 保护着我们每一位, 保护着我们每一位, 借此神也要保护他自己的话语, 这里第七节我们就谈到圣经的保守, 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 如同银子在尼炉中练过七次, 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 你必保护他们脱离这世代的真, 神的话语, 神必保守他自己的话语,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第三十五节, 天地要废弃, 我的话却不能废弃, 同样在马太福音的一五章, 第十八节,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弃, 律法的一点的话, 也都能不能废弃, 都要完全, 神的话语不废弃, 完全不废弃, 神要保守着他自己的话语, 这是上周我们学习的, 我们上周所学习的, 根基还记得吗, 上周我们学习的有关神, 有关根基的一个诗篇, 诗篇的第十一篇, 第三节, 做根基, 根基若毁坏, 一人还能做什么呢, 神的话语, 人是神的话语的保全性, 神的话语的纯洁性, 神的话语是神, 足自圣经的末世和保守, 有着这样的一个, 这个就是根基, 而在第十二章, 第七第八节, 第六第七第八节, 告诉我们, 神保守着他的话语, 在每一个世代, 信徒都有神的话语, 为他们脚牵的灯, 路上的光, 来指引着他们, 让他们认识神, 认识神的指引, 荣耀着神, 荣耀着人, 也能够拯救世上的人, 记得, 我们虽然生活在末世, 罪恶满盈的一个时代, 但主的话语, 却是有保护性的, 他能保护我们, 他保护他的话语, 也借着他的话语, 保护着我们, 脚牵的灯, 路上的光, 在我们心里, 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 好叫我们不犯罪得罪神, 这个是在诗篇119篇, 第11到第16节, 以及第105节, 我们学到的, 罪恶满盈的事态, 我们更需要神的话语, 神纯正的话语, 他自己的保全, 神纯正的话语, 他不仅是保全之后, 也能够保护着我们, 我们有这神的话语, 我们有一个保障, 我们知道往天下的路, 我们行道了, 我们知道这位是一位真神, 天上地上独一的真神, 我们知道神人之间, 只有一个中宝, 将是为人的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 他是我们的救赎主, 他是我们的代数, 完全的代数, 也是唯一的代数, 他让我们知道, 他所行的神迹, 先知所行的神迹, 这一切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都是完全真实, 他也告诉我们, 其中一个伟大的神迹就是, 耶稣基督通过成真理所生, 这个也是真实, 这一切的真实, 就是我们一人的一些根基, 而这些根基, 必须从神的话语当中, 他所练出的, 纯净的神的话语当中, 给了我们, 而能够保护着我们, 保护着我们的信心, 保护着我们的身体, 保护着我们不要口舌犯罪, 继续前卫们, 人的口舌, 神的话语, 我们当然要捍卫, 神话语的保全, 这个教育, 神话语的末世, 保守, 足置整体的末世和保守, 这个我们要捍卫, 这是肯定的, 我们为教会的一分子, 我们为神的信徒, 神的尊严, 神的纯全, 我们要来捍卫, 但我们也要注意, 我们自己的言语, 让我们的言语, 充满着神的道, 充满着神的智慧, 充满着神的诚实, 充满着神的公义, 不要说大话, 不要说脏话, 不要乱说话, 不要心口无意, 要跟谁叫神的话语一样, 纯净纯洁, 把我们的话语, 记在我们的心中, 神的话语, 融入到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说出来的, 都是照旧人话, 祝福人的话, 用神的话来安慰其他人, 也安慰带领我们自己, 好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一切的颂赞, 荣耀都能够归隐,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也是他, 忠心良善的好仆人, 所以愿神通过今天这个诗篇, 帮助我们, 来考察我们自己的口诗, 认识神的话语, 也借着神的话语, 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怜悯的天父, 再次感谢您, 祝福着我们, 给了我们您的话语, 愿您的话语, 继续地来激励, 来带领, 来扶持, 来帮助, 来与我们同在, 让神的的话语, 来祝福着我们每一位, 在这个主日当中, 让我们继续现实的崇拜, 让我们将每一个主日, 所为圣志, 继续地祝福我们下一周的生活, 带领着我们, 好让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造就真的话, 出自于一颗一颗信主的心, 充满着圣灵的心, 接近我们, 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物, 祝福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在地上, 为你做一个好的见证, 祷告请求,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